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清净道论中 佛要我们先对我们所喜欢的人修持 因为要将爱心正于喜欢的人比较容易 以下的发愿文是以清净道论为基础 更进一步词观修行 愿我学会以理解与爱之眼看自己 愿他学会以理解与爱之眼看自己 愿他们学会以理解与爱之眼看自己 愿我有能力认知 接触心中喜悦与快乐的种子 愿他有能力认知 接触心中喜悦与快乐的种子 愿他们有能力认知 接触心中喜悦与快乐的种子 愿我学会识别 了解心中贪嗔痴的泉源 愿他学会识别 了解心中贪嗔痴的泉源 愿他们学会识别 了解心中贪嗔痴的泉源 我们心中都有些毒素 包含贪嗔痴 我们心中都有些毒素 包含贪嗔痴 我们心中都有些毒素 包含贪嗔痴 贪 使我们追逐深色伟粒 痴是无知 不理解 除这三毒外 还有其他毒素 包含贪嗔痴 佛教将心念形容为在树枝上掉来晃去的猴子 一次又一次地 带我们进入伤痛苦难的黑暗世界 知道怎么保持一颗宁静喜悦的心 言行就会散发出和谐及快乐 成为自己的真实朋友 许多人的义友 修行是要在起心动念的过程中 照射正念的光芒 好让我们能看得清楚 不至于陷入不适当的作意 身体举止 像是一瞥一谋 一挥手或是站直 都会流露出我们的心念状态 每一个姿态 都倒出我们心中的喜或悲 正念或不正念 正念照亮了我们的举止 像是我们的站姿 坐姿 看别人的样子 微笑的样子 众美的样子 在正念光芒的照亮下 我们认知到哪些行为是有益的 哪些行为又是有害的 如果你还没有办法接纳他和你敌对的人 那是因为你尚未接纳自己 如果你与你周围的人斗争 便是因为你心中有挣扎 真正的佛教徒 只有所爱的人 没有敌对的人 一个内心痛苦 有错觉的人 不但自己会受贫乱 也会使周围的人跟着受贫乱 爱敌如爱己 一旦有办法去爱敌人时 敌人就不再是敌人 而是你的自爱 一旦看到使你受苦那人的苦难和辛劳 你将有办法去爱他 宽恕他 那一刻 爱和慈悲之流充盈着你的心 而感到心旷神怡 第一个 从和平与喜悦中受贿的就是你自己 之后 你日常生活的方式将带有一种能力 一种可以转变对方的能力 这也是慈悲喜舍 似无量性的修行 不论是静坐 行禅或修行触底法 我们都要修炼慈爱 我们必须24小时都观修慈爱 切记偷工减调 我们必须知道 如何成为一个在每一天的每一小时中 都沉浸于慈悲喜舍的人 地听和爱语 佛法中所谓的正义是不做下面四种行为 不说实话 颠黑到白 夸张其词 无中生有 将美的说得更美 将丑的说得更丑 挑拨离剑 挑拨离剑 对这个人说一种话 对另一个人说另一种话 尖酸刻薄 武蔑或欺凌他人 爱语是修行中很重要的一点 我们只说含有慈爱的事情 并用含爱跟非暴力的方式来述说事实 反照时也许会说出一些有破坏性的话 所以要是觉得反照 就应该收敛自己 不要说话 静静地做深呼吸试试看 观世音菩萨的修行 就是地听每一声 每一响 包括内在和外在的痛苦声音 我们的修行还包括 聆听那钟响 风吹 水动 丛鸣 以及一切的众生 一旦知道了怎么用正念来地听 观呼吸 一切事物会变得清晰 深刻 你会发现眼中的世界不一样 修行观呼吸 回到当下 我们便能深刻地活在这一刻 接触当下就有个生命 喜悦 和平的奥妙 也许你会以为快乐只存在于未来 但如果你能学着不逃避 你将看到原来在当下就已经有绰绰有余的因缘 可以让你快乐 当下是我们唯一可以活的时间 过去的已去了 未来的又尚未到 唯有在当下 我们才能接触生命 深刻地活着 所以佛法讲人命在呼吸间 生活就在当下 所以佛法讲人命在呼吸间 生活就在当下 所以佛法讲人命在呼吸间 生活就在当下 放下愤怒的理由 佛陀列举七项放下愤怒的理由 称使我们丑陋 如果感到愤怒便照照镜子 然后我们就会做些使自己更漂亮的事 感谢观看 微笑可以放松几百块小肌肉 使脸看起来更吸引人 这首短记可以帮助我们修行 直到称使我重漏 我以微笑来想对 回归自己修行此关 称使我们受苦 称使我们加倍痛苦 就像正在备烤的虾 我们会无法发展或兴盛 称使我们无法在物质上 或是精神上长龙 我们会失去现有的财富或快乐 我们会因为称而恶名召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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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失去朋友 因为他们害怕会被我们心中的炸弹炸毁 我们会变成恶鬼 无法加入清新喜悦的生团 所有智者都同意除去的敌人 有一名婆罗门问佛陀说 至尊 有没有什么东西你会同意杀害的 佛陀大道 有愤怒 杀害愤怒可以除去苦难 带来和谐与快乐 愤怒是所有智者都同意杀害的唯一敌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华尔队 甘恩各界护法大德及善事们的爱心护辞 温暖每一个受帮助的家庭及儿童 为了回馈社会 关怀弱势族群 海淘法师慈悲志业 自2008年 承接淮海教育基金会以来 及积极地协助青海学生 弃养学童 中措生就学 生活及品德教育 并且不间断地从事监狱教化 济贫发放 急难救助 老弱病苦 单亲家庭 新住民和原住民家庭之关怀 以及协助未婚妈妈 及未婚子女的安置等 以圆满老安少怀 并发挥佛陀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的精神 让社会上的弱势者 也都能感受到 人间处处充满慈爱与温馨 淮海教育基金会 呼吁大家共同来关心社会上的弱势族群 累积福慧资粮 并祝福所有的家庭以及孩童 都能在佛陀及正法的护佑下 身心健康平安吉祥 护持淮海基金会 发扬佛陀大慈爱 援助弱势众族群 同离忧患长安乐 护持账号50059824 50059824 护名淮海教育基金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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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罗拉石窟是西元五世纪至十世纪 由统治此地的浙鲁加王朝和拉什特拉库塔王朝所逐步开凿 三十四个石窟群 一续排列在高深的玄武岩峭壁上 绵延于二公里 而佛教石窟共占十二座 这些紧紧相依 毫无中断间隙的遗迹 忠实地将古印度文明呈现在世人眼前 更体现历代王朝 耗费众多人力物力兴建十克神庙 来展现对佛陀的敬仰 来展现对佛陀的敬仰 在印度总共有一千两百个洞夫 有九百个洞夫跟那个佛教有关 有两百个是属于其那教的 其他的一百个跟印度教有关 老子穷在那里 又为第一次要做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走进艾罗拉石窟群中 慈悲的海涛法师引领信众逐一面堵石窟群的巧夺天功 也在佛教石窟中礼拜庄严的佛陀早相 慈悲诗史甘露 虔诚礼佛拜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爱罗拉石窟的佛教石窟 在石窟群中 尤其别于其他宗教石窟的特色 朴素而庄严的凿迹 使其风格独树一致 整体而言 佛教石窟群似乎比较重视内在的运作 而不是只有外在的形象 此外 爱罗拉石窟建筑群体现出的是 对于佛教的信心和永恒 如今才能历经千古 令佛弟子们叹为观止和珍惜 广告群体现出的地团 仍然是在学校中 广告群体现出的地团 广告群体现出的地团 在学校中 广告群体现出的地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